再来也是国际间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巴勒斯坦哈马斯领袖辛瓦才刚被证实遭到以色列击杀 而美联社、BBC等多家外媒报道 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时间19号早上 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领土 锁定了纳坦亚胡驻家攻击 媒体是根据以色列军方说法表示 当时有三架无人机朝向纳坦亚胡居住城镇发射攻击 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建筑物 其他的两架遭到拦截 不过纳坦亚胡夫妻当时都不在家 也没有传出人员受伤